女儿,我命令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转六十万过来,我要给你弟弟买车,这六十万你要赶不给,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听见了没? 妈,这已经是这周第三十次你打电话问我要钱了,我都快要被你的电话轰炸得粉身碎骨了,我真的没有钱了。 张晓云,你真是个自私自利,吃里爬外的白眼狼,你看你弟弟多好,又孝顺又有出息,谁像你啊,早知你这么自私,当初就不该把你从垃圾桶里捡回来,你但凡有你弟弟一半出息,我也能多活几年。 妈,从小到大,无论我怎么努力,想要证明给你看,可在你心里,我却永远都是个垃圾。 我从小成绩优异,你就说我是抄的,我考上了985大学,在你眼里也都是垃圾,还说我这么差劲的人,考上的学校能有什么好学校,而弟弟考上的二本,在你眼里,才是值得炫耀的名校。 毕业后,我跟同学一起创业开了公司,你知道后,使出浑身解数,跟我各种要钱,弟弟毕业了,要买房买车,你自己要买金手镯金项链,各种买买买,你也不管我在外面多辛苦,不管我过得多艰难,但凡迟疑,你立刻破口大骂, 你们住着我辛苦赚钱买的房子,花着我的血汗钱吃喝玩乐,却对我竭力贬低,若没我,你跟你儿子只能住在乡下的老破房子。 既然我没用,我没出息,你的儿子才是最有出息的那个事吧?那我倒要看看吸不到我的血,你怎么风光,你的儿子怎么出息,既然他在你心里才是最好的,那以后你就当没我这个女儿吧,没了我这个没息的人给你丢脸,你和你儿子肯定会过得更好,对吧? 女儿咆哮般的发泄完情绪,就直接挂了电话,根本不给母亲说话的机会,同时也拉黑了所有跟原生家庭有关人的联系方法,随后就给中介打电话,重新给自己租了个房子。 办完家后,女儿给合伙人打去电话, 莉莉,如果我家人打电话给你,你就说我已经跟你拆伙走人了,说不知道我去了哪里? 小云,我说你早就该这样了,你家那位算什么母亲,那分明就是狮子,那胃口简直大的吓死人。 结果第二天,小云的母亲就去公司大闹了一场。 小云,你妈真是多奇葩,今天一大早她就来公司撒泼打滚,幸好你没来公司,她到处骂你不笑,骂你白眼狼,还去各部门举报你,公司门口走过一个人,她就给人家下跪磕头,让人家劝你孝顺给她钱。 看来我真的是低估了我妈的本事,还好我昨天果断搬了新家,换了新的手机号,拉黑了他们的联系方式,我妈彻底联系不到我了。 小云,你放心吧,我已经在其他写字楼,重新租了办公地点。 莉莉,这件事实在不好意思了。 小云,我还是小看你妈了,当时我要不是当机立断给公司搬家,你信不信她能把电视台的记者找来,要我说你那个家早该离开了,从今以后,咱们姐妹童心,什么难题都能过去。 对了,浩宇师兄上午还给我打电话了,说她有个客户对咱们的新项目很感兴趣。 就这样,过去了半个月,在这半个月里,小云瞬间感觉忘掉所有烦恼了,没有母亲和弟弟的打扰,公司又蒸蒸日上,小云的心情也大好了起来。 莉莉,我突然发现在拉黑我原生家庭的这段时间,没人跟我要钱,没人指责辱骂,真的太开心了,一下子感觉我自己重新活过来了。 你的人生啊,原本就该是这样,努力充实又平静才对。 我的原生家庭,应该正因为我的突然失踪,而鸡飞狗跳吧,毕竟他们的提款机没了。 是啊,你妈还真的是耐心十足,找各种人的手机给我轰炸电话,不过我都按照之前和你商量好的告诉你妈,说我们公司已经破产。 至于你的去向不明,你妈想多问两句,直接被我劈头盖脸的一顿讽刺,你是关心女儿呢,还是关心取款机? 关心女儿的话,公司破产,她欠了几百万债务,你们就赶紧卖房帮她还了。 你妈当然不信,但公司原址确实已经人去楼空,一副兵荒马乱的模样,就她还在半信半疑,你弟就已经闹上了。 我爹她又怎么了? 你弟掏了订金,订了一辆六十万左右的车。 可能这也就是我妈给我打电话的原因吧,可是她万万没想到,我这个提款机居然失联了。 你弟拿不到钱买不了车,就一直找你妈闹,你妈就不停地给我打电话询问你的下落。 莉莉,你不用管她,我倒要看看她能弄出什么幺蛾子来。 让小云意想不到的是,母亲找不到女儿,急眼了,直接给女儿来了个大招,母亲把女儿的师兄浩羽给打了,小云接到师兄电话时,她都快哭了。 小云,你快管管你妈吧,她今天突然跑我家来闹,说你是我外面养的女人,我老婆听了跟我大吵一架,把我的脸挠花了不说,现在正闹着离家出走了。 什么? 你妈来我家闹,还说一定是我把你藏起来了,理由是上学的时候我给你送过花,现在经常给你介绍客户,而且她还问我要三百万。 我妈是怎么想的,她怎么有脸跟你要三百万呢,她是不是想钱想疯了? 可不,你妈让我给她三百万做彩礼,还说少一分都不行。 小云,我求你了,你赶紧过来帮我跟我老婆做个澄清,要不然我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师兄,这件事真的很抱歉了,我本以为只要我不让他们找到我,他们就影响不到我了,可我万万没想到,为了钱,我妈竟然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师兄,你别急我现在马上赶过去,实在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小云说完,就挂了电话,转身就急忙往师兄家赶,可是到了的时候,家里已经鸡飞狗跳,师兄老婆正坐在沙发上骂借。 王浩宇,人都打上门来了,你还巴巴巴,你当我好欺负是不是? 嫂子,嫂子,你别激动,你听我解释。 来了也别说我这个正妻棒打鸳鸯了,自己去倒杯茶来磕头,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彩礼三百万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只能给你三十块,因为你就值这个数。 嫂子,你别激动,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也不信,要不我可以跟你去医院做检查。 嫂子,我对天发誓,我要和师兄有什么,就叫我碎尸万段,那好端端的被人踹上门,总不能没理由吧。 小云羞愧难当,指得将她和黑名单中的母亲、弟弟的聊天记录拿出来给她看。 几分钟后,嫂子一目十行地扫完,脸色越来越难看。 真是岂有此理,当今售货还有这样的人吗? 真是太过分了,那你妈为什么非要认定你跟我家浩宇有事,还说浩宇送你花? 读高中的时候,校内有次在修剪绿化,师兄看见修剪下来的枝条上有朵花,就摘了下来,正赶上我经过,他顺手就扔给了我。 结果被师兄室友们瞧见了,就一阵起哄,而我妈刚巧要来学校,给我搬退学,给待个正着。 她急忙冲过来,薅着我的头发,打了我几巴掌,还直接破口大骂。 她这突如其来的一顿辱骂和殴打,令所有人都来不及防。 但因祸得福的是,这一幕刚好被我班主任看到了。 那时我妈正铁了心要让我退学回去打工,无论班主任怎么苦口婆心都没用。 见我妈下手这么狠,班主任气得要报警,不懂法的我妈怕会坐牢。 只好松口,让我继续读书。 我这才得以顺利地读完高中上了大学,但我无论如何没想到。 多年后,我妈居然还给那时整了个序,嫂子实在对不起。 为了证据充分,小云又找了几张截图出来。 这些分别是我妈认为我和我学长,我和我客户,我和我们邻居, 我和马路上擦肩过的男人有一腿,逼我拿彩礼给她的记录。 过分的是,起步价都是三百万起。 听到小云这么说,师兄老婆的神情不停变换,看着小云,眼里满是同情。 看来我不能这样被动了,我要开始反击。 好样的,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嫂子,麻烦你帮我化个妆,越憔悴越好。 我打算先从我舅舅家开始。 我妈这个人这辈子都是为别人活的,之前是为了我舅舅, 后来是为了我弟弟,从福地魔到福子魔。 我舅舅现在也依旧是我弟之外他心里最重要的人。 就在去年,我妈还逼我拿了五十万,赞助我舅舅买车, 我打算去把钱要回来。 想试一妆,化妆我最在行了,谢谢嫂子。 后面小云直接去了舅舅家, 小云咬在嘴里血泡将一口血喷在舅舅身上, 舅妈一脸惊恐地看着小云。 小云,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要吓舅妈。 舅妈,我,我快不行了。 小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诊断书,给舅妈递了过去。 我又不是医生,病了你就该去医院了, 你来我家做什么?你瞧瞧,吐的这一地,真是晦气。 舅妈,我病了,我,我是来要钱的, 我现在快不行了,没钱治, 我是来要你们去年借我的五十万。 谁给你借钱了?那五十万是我姐姐给我的, 你赶紧给我走,别死在我家里。 被舅舅一家人赶出来,小云哭着往外走, 热心的大妈大爷凑过来问。 小姑娘,你这是怎么了?要不要紧呢? 我得了重病,舅舅家欠我钱不还, 还把我轰了出来。 周围围观人群越来越多,接着一片骂声。 走,我们一起去找你舅舅一家,帮你要个说法。 算了,反正也治不好了,那钱就当我孝敬长辈吧。 一群大妈大爷们口沫横飞地替小云打抱不平, 小云回到了公司后,就将事情告诉了莉莉。 莉莉看着小丽狼狈的样子,哭笑不得。 这血浆包,诊断证明都是浩宇媳妇弄的, 你能确定这个方法管用吗? 我确定今天晚上以后,我舅舅一家将臭名远扬, 而我妈也会很快知道我病得快死的消息。 那张诊断书被我故意留在了我舅舅家, 我太了解我妈了,只要她知道我快死了, 并会将我当成烫手山芋扔得越远越好, 也不会再打拔我换彩礼的主意了。 毕竟我一个将死之人,白送都没人要。 在我家乡那种城市,王浩宇的家庭背景其实并不简单, 只是她向来低调,所以知道的人并不多, 她和她老婆既是门当户对,又是青梅竹马。 我妈整的这一出,她怕的不是我妈, 怕的是她老婆信了我妈的话, 现在她老婆那边危机解除, 但凡我妈敢再冒犯,她有的是手段收拾她, 而我其实根本无需刻意地去做什么, 要我不给她们钱,她们自己就会掉进万丈深渊。 结果没多久,母亲等了很久没等到浩宇转账, 果然去报警了。 小云,你妈居然真的去报警,说我非礼你。 什么? 叔叔同志要证据,你母亲自然没有, 可你母亲不依不饶,再让叔叔来抓我。 只可惜,警局不是她胡搅蛮缠的地方, 在叔叔同志劝说无果后, 直接告诉她在胡闹,就拘留她。 你母亲直接在警局上演了撞墙寻死, 撕女警衣服,还在男警面前脱衣服等等极端行为, 逼迫叔叔同志去抓人, 直到被强制靠住,她还在乱骂叔叔包庇我。 但这么一闹,就惊动了我的领导, 领导本着对老百姓尽之尽责的理念, 令人找我问话, 我一气之下,就一边配合叔叔同志询问, 一边通知律师,告你妈勒索和诽谤。 哎,不得不说, 你母亲也是个人才, 眼见事态不受她控制, 就怕了,于是开始装疯卖傻。 纵使我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这时候也不得不佩服。 随便你怎么处置她吧, 我现在已经跟她没有关系了。 既然这样, 那接下来的事就好办了, 我今天怎么都要进账一笔? 王浩宇和叔叔同志, 一唱一和。 阿姨, 你这是不是有精神病了? 上次去我家闹, 现在又来警局了, 不行, 得通知家属, 送去精神病院鉴定病情, 如果属实, 就得强制治疗。 至于这鉴定病情的费用, 以及污蔑无辜人士的责任, 就用阿姨的监护人张小马来承担。 好, 那我现在就通知张小马。 你们凭什么找我儿子, 我儿子还小呢, 她啥也不懂, 要找你们找我女儿去, 让她来。 你女儿得了重病, 都自顾不暇了, 我找她有用吗? 母亲听到浩宇这么说, 当场就哑然了, 她看过女儿的诊断书, 得知女儿确实得了不治之症, 只是母亲抓不到女儿, 替她填坑, 又舍不得儿子, 只好认怂。 哎呀, 叔叔同志, 小王, 都是阿姨一时糊涂, 你们就放我走吧。 这里可不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地方, 诬告他人拘留15天, 并赔偿王浩宇6万元。 浩宇回到家后, 马上联系了小云。 小云, 事情已经搞定了, 不过我看你那弟弟是在作死啊。 我弟他又怎么了? 你弟开了辆宝马, 过来交的罚金, 我将车牌号拍了下来, 发给朋友查了, 发现这车已经在你弟的名下, 刚过的火。 我弟就一个无业游民, 他哪来的钱? 我妈手里最多也就20多万, 我妈这几年, 从我手里前前后后要走了近三百万元, 这三百万让他们也花得差不多了, 全款买了一套房和装修家电, 加上我弟之前买了辆车, 还有我舅舅家的, 他们现在基本负担不起这么好的车了, 谢谢师兄给你添麻烦了。 不用跟我客气, 这是你也是身不由己。 三个月后, 公司业务越来越好, 小云和莉莉就都买了新房。 看吧, 我就说你只要离你妈远点, 你的好日子就会来的。 就在小云和莉莉春风得意的时候, 母亲又出了幺蛾子。 什么? 你妈居然说了别人五十万订金把你卖了? 是啊, 这个我也才知道, 我弟弟买的那辆二手宝马, 竟然是借的钱买的, 跑车开起来爽, 但利息飙升的数字看着更爽, 没几个月就滚到了一百多万, 我弟自然没钱, 还拆东墙补西墙, 几个月后, 跑债人上了门, 我妈这才知道, 我弟居然造下这么大一个坑, 眼见着房和车不保, 借钱又借不到, 我妈着急了, 又把主意打到我的头上。 可你妈不是知道你生重病了吗? 我生了重病有什么关系? 正常人不要, 不正常的人要啊, 也不知道我妈在哪找的野鹿子, 一个刚家里拆迁有点钱的, 但得了癌症的老光棍, 想要娶我冲喜生子, 说是先给五十万订金, 结婚当天再给二十万, 等我怀孕了再给三十万。 我妈还跟那人拍胸脯, 保证一个月内她绑也要把我绑过去结婚, 如今她现在正满世界找我了, 还去报警, 说我得了绝症, 她是你妈妈, 世上居然会有这样的母亲? 我也不知道是金, 还是气得整个人抖得站不住脚, 真不愧是我妈, 我真打的是好主意啊, 老光棍是有钱, 可是死后她的钱就是我的了, 而我也命不久矣, 四舍五入, 最后老光棍的钱以后就都是我妈的钱了, 这如意算盘打得可真好啊, 这一瞬间, 我心里的最后一根关于亲情的闲彻底崩断了, 在今天之前, 我还想着我只要不给他们钱, 就是最大的报复, 坏人自有天收, 可说此时此刻, 深藏在我心底里多年的恨突然喷涌而出, 我很想问问我妈, 是不是是个女儿就食恶不赦, 一人一等, 不用把我当人看了, 儿子身上多一堆肉, 真就那么金贵吗? 可她的儿子金贵, 她自己宝贝就好了, 凭什么拿我给她填坑? 她生我养我一场, 我已经还了她三百万, 我欠她的, 我还得干干净净, 她却要炸倒我最后的血肉, 既然如此, 那我就只能让她知道, 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占便宜没够的事, 于是我找到王浩宇师兄帮忙, 让他动用家里的关系, 让叔叔同志在核实我安全无恙后, 阿姨你好, 我们已经核实过了, 张晓云女士没有失踪, 人是安全的, 至于她为什么不跟你联系, 这个需要你自己跟她多沟通沟通, 你身为母亲, 还是要多关心自己的女儿? 我是她母亲, 我有权利知道我女儿的下落, 我女儿现在到底在哪里? 抱歉, 她是守法公民, 在她安全未被胁迫的情况下, 就算是警察, 也不能平白调查她, 更不能擅自将她的行踪告诉别人, 哪怕你是她的母亲。 有了被拘留的教训, 母亲也不敢再撒野, 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 小云, 你妈的钱已经被还了债, 一个月内她交不了人, 那个老光棍肯定不会放过她, 老光棍之前可是当地出了名的混子, 得了病后更是愤世疾俗, 恨天怨的, 这种性格的人, 怎么可能是你妈能对付得了呢? 你得想个自保的办法。 小云想了想, 就给舅妈打去了电话, 要论贪恋心黑, 舅妈远在母亲之上, 而舅舅又是七管炎, 可以说, 这些年舅舅那边的幺蛾子 基本上都是舅妈指挥。 舅妈, 我妈找了个对象, 收了五十万彩礼, 嫁过去后还能再收到五十万。 张小云, 你在说什么? 这大白天的, 你做什么白日梦, 就你妈那个样子, 还五十万彩礼, 五十块都没人要她。 舅妈, 没想到我妈连你都瞒着, 哎, 真没想到我妈为了我弟, 居然连你们都防着, 往日她对你们多好啊, 我妈防着我就算了, 你跟我舅舅那可是她的娘家人。 小云说完, 就直接挂了电话, 随后对莉莉说道, 在我妈心里, 她弟和她儿子都是她的命根子, 可我现在就要让她看看, 她最在乎的这两个男人, 是怎么把她拖进万丈深渊的。 小云, 你是从哪里得知的? 说来话长, 我弟有个朋友, 是浩宇师兄老婆的拐脚亲, 浩宇老婆让那拐脚亲送了只宠物狗给我弟, 又以养狗的人家都会安装监控为由, 送了我弟一个监控, 那些朋友的动态, 不是逗狗的, 就是养猫。 我弟虽然对狗猫不感兴趣, 但朋友们都有的东西, 他都来者不拒, 于是, 在那朋友的操作下, 我的手机连上了家里的监控, 监控设备不但高清, 录音还很清晰, 你要不要看看? 看, 当然要看啊。 小云调出监控画面, 里面出现了母亲和弟弟叫嚣的声音, 那个臭女人到底跑哪去了? 就剩半个月了, 我如果没钱还, 他们会剁了我的手的。 宝贝儿子, 别慌别慌, 我就不信那臭丫头能躲上天去, 回头我就找那老头商量, 让他先借五十万给你还债, 你也先忍忍, 等到老头走了, 他的钱就是你的了。 妈, 你说的是真的吗? 那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淡定淡定。 天哪, 我还真的第一次知道他们母子竟然这么天真。 是啊, 那个老光棍在我妈面前一副财大气粗, 身价几千万的样子, 实际上拆迁款不到百万, 到处胡吃海喝, 加上致病, 加上给我妈五十万, 到现在顶破天也就十万左右, 说什么结婚后再给二十万三十万的, 那根本就是套路我妈的。 就是说, 老单身汉和你妈妈是同一类人, 你妈妈盯着他的钱, 他想欺骗你妈妈的女儿, 彼此都觉得彼此很容易算计。 就在这时, 监控中突然出现了舅舅和舅妈的身影, 原来舅舅舅妈当晚就去了娘家, 舅妈进门就笑着道, 姐, 你这气色看起来可比前些天好, 果然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了, 那门亲事我看着就很好。 厉妹, 你都知道了。 能不知道吗? 你是真不拿我当娘家人了, 这么大的事都不跟我说。 这不是那臭丫头还没找到吗? 我寻思, 等找到了她, 日子定下来再通知你呢? 姐, 你要嫁人, 静秧子干啥? 平时也没见你把她当回事了, 这回装给谁看? 那臭丫头把我搞猛了, 这咋回事? 不是说你要嫁人吗? 还收了五十万订金。 谁说是我呀? 是那臭丫头。 于是, 母亲就将把女儿卖给那老光棍的事说了一遍。 要不这样, 我哪有钱给债主还债呀? 我的命好苦啊。 一个小时后, 舅舅舅妈一回到家, 就急忙给小云打了电话。 你个臭丫头, 你不是说你妈要嫁人吗? 怎么你妈却说的是, 对了, 那个小云, 你身体还好吗? 啥时候回来呀? 我妈说啥了? 她是不是说不是她嫁? 我妈就是为了我弟, 真是连你们都防着了, 我家就我和她两个女人。 不是她难道是我吗? 我都快死了, 谁要一个病人呀? 就我现在这样, 我妈敢把我嫁给谁? 谁会去做这个冤大头? 拿一百万找个快死的人呢? 下一秒, 手机里传来舅妈对舅舅咆哮的声音。 你姐是拿咱俩当二百五吗? 这个病样样, 五十块都没人要吧? 还先给五十万, 后给五十万, 这话谁信呢? 小云再次叮嘱了舅妈, 不要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给母亲, 就满意地挂了电话。 一周后, 王浩宇打来了电话。 小云, 老光棍家那边已经安排妥当了, 你就坐等看好戏吧。 师兄, 还是你厉害。 就这样, 转眼时间就到了母亲和老光棍约定的最后期限。 这期间的老光棍一再催促你妈妈叫人, 并威胁最后期限还看不到你, 他就让你弟好看。 这老光棍也并不傻呀, 知道我妈的七寸是我弟。 是啊, 你妈现在急得上蹿下跳, 奈何就是找不到你。 急也没用, 好戏还在后头呢。 小云打开家里的监控。 姐, 这是你弟妹给你炖的人参鸽子汤, 赶紧趁热喝, 好好补补。 哎呀, 我真是个苦命的人, 还是你好, 不像我那个臭丫头, 就是个白眼狼。 提他干嘛呢? 是啊, 妈, 你快点喝吧。 儿子, 你先喝吧。 给你喝的你就喝, 我不喝。 好好好, 我喝, 我喝就是了。 那一碗汤, 在母亲满脸的幸福中进了她的肚子。 喝完她抬起头, 就见弟弟弟妹还有儿子都看着她, 笑得一脸古怪。 你, 你们, 哎呀。 话一未落, 母亲就晕倒在地, 舅妈便掏出手机打电话。 搞定了, 你们进来吧。 几分钟后, 进来两个五大三粗的男人, 直接进屋把母亲扛起就走。 看着监控, 小云不禁感叹。 纵然我心中有恨, 也忍不住悲凉啊, 也不知我妈醒来后, 发现被自己被看中的亲弟弟和亲儿子算计, 她会是什么心情? 这一切都是她咎由自取。 我太清楚, 我舅舅舅妈的为人了, 他们近年来在我妈身上捞不到油水, 而心中有怨, 所以我故意告诉舅妈, 我妈要嫁人, 收的彩礼还挺高, 比是我妈正为了我弟那笔巨款, 跟我舅舅张口借钱。 听了这个消息, 我舅舅和舅妈立刻怒了, 找了有钱男人, 一入账就是五十万, 还跟他们借钱, 他们觉得我妈分明是想把之前给他们的钱都要回去。 舅舅舅妈当晚就去找我妈, 谁知我妈却识口否认是她自己要嫁, 面对我妈的说辞, 她将信将疑, 所以舅妈遵守了她对我的承诺, 没有把我的手机号告诉我妈, 而我就在这个时候提醒他们, 就我这样病得快死个人了, 根本瞒不过任何人, 哪有人会再看了我这副垂死模样, 婚后还肯给五十万呢? 我绕这么大一圈子, 是因为我太了解他们的品性, 如果我一上来就告诉他们, 我妈要卖的人是我, 那么我后面所有的话, 他们都会认定我是别有用心, 所以我只能先骗一骗他们, 再等他们自己去慢慢了解, 而我只需要在这个过程中让他们意识到, 那我这个计划其实很不靠谱, 他们为了钱必定会想着怎么才能更周全, 而这个时候, 老光棍那两个侄子就会在王浩宇师兄的安排下出场, 那两侄子本来还美滋滋的, 等着老光棍死后继承他的遗产, 谁知道这老光棍居然还想要娶妻生子, 真要是让他结婚有老婆孩子了, 他死后, 他的财产还有他们什么事? 所以, 浩宇师兄安排了接近他们的人, 只稍微一挑拨, 他们就决定破坏掉这门亲事, 但浩宇师兄的人告诉他们, 没了我还有别人, 所以与其整天费心思阻止老光棍结婚, 不如给他找个年纪相当不能生孩子的, 甭管老光棍乐意不乐意, 只要生米煮成熟饭, 他不乐意也得乐意, 这一番指点, 让那两个侄子顿时醍醐灌顶, 于是两人就来找我, 一番互相试探后, 双方一拍即合, 两个侄子出八万, 让我就帮忙把新娘子变成我妈, 如此一来, 我就有钱拿, 那两侄子不用担心有人跟他们抢遗产, 而我弟则不用担心交不出人, 老光棍来要回钱, 一见三雕, 于是就有了今天这一幕, 我妈直接迷晕, 而老光棍那边那俩侄子, 只说怕女孩子不乐意, 所以让她一切从简, 直接关灯进屋把生米煮成熟饭, 其实对于这个结果, 我预想过亲手设计自己的妈进火坑, 做得太狠心, 可我听到监控中, 我妈却一遍一遍地跟我弟计划着 怎么喝我的血, 吃我的肉, 我就觉得我很心就很心吧 小云, 你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 你也只是把他给你挖的坑还给他而已 其实我虽然恨我这个妈, 但是我更恨我弟, 我妈如此设计压榨我都是为了他, 而我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 我妈从我身上压榨来的钱, 毫无感恩, 还贪得无厌, 只嫌不够, 发展到最后, 她变成直接指挥命令我妈来找我要, 所以我不会放过她, 但对付她就简单多了 母亲前脚被带走, 催债的人后脚就上门了, 买车的那笔债已经滚一滚到二百多万了, 催债的人拿出文件要直接收房, 张小马跪地哀求, 痛哭流涕, 大哥大哥, 我马上就要有钱了, 求求你们, 再快些我一个星期, 行, 那你把这几份文件签完, 张小马一看文件, 马上大叫起来, 什么, 一周后不还完, 车和房子都归你们, 你们怎么不去抢啊, 我这房子就快二百万了, 车子也六十万, 我只是借了你们六十而已啊, 他话没说完, 就挨了狠狠的一个耳光, 欠钱不还, 嘴还挺硬啊, 不为了赚你这点利息, 谁借钱给你啊, 你当老子是慈善家, 要么现在还钱, 要么借你两条腿, 你自己选, 好好, 我签, 我现在就签, 第二天, 生米已经煮成熟饭的老光棍, 和妈妈扭打在一起, 这时, 舅舅舅妈出来, 配合那俩侄子唱双簧了, 我妈看到舅舅舅妈, 顿时想起的那碗, 让他感到幸福的人生鸽子汤, 是你, 是你害我, 你在汤里放了什么, 那可不是我的主意, 那是你亲儿子亲自去买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儿子那么乖, 那么孝顺, 他怎么能, 你不信就自己看, 舅妈调出手机里偷拍的视频, 里面清清楚楚地拍着儿子, 跟舅舅商量怎么给妈妈下药, 母亲身子一晃, 差点跌坐在地, 她瞪大了眼, 看着舅舅, 满眼都是不甘自信, 没过多久, 要债的又来了, 房子也没了, 小云, 他们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 你这个时候不会心软吧? 你放心, 我是不会心软的, 他们现在所得到的下场, 是他们之前作孽, 一切都是自作自受, 怪不得别人, 对于我妈, 在法律上我对她有赡养责任, 所以以后, 我会每个月给她打生活费, 等她失去生活能力, 我会送她进养老院, 你们支持小云的做法吗?